嗨嗨 大家好 我是陽晴 今天好久沒有拍影片了 因為我今天真的忙到一個爆炸 超忙 期中考 然後考完了 所以我再要去玩了 今天我就在家裡面 要做一些台灣菜 所以我請了在這邊的留學的妹妹 叫 來跟我一起拍影片 Nora你要自我介紹一下嗎 好 大家好 我是 我是Nora 然後 我今年21歲 你是讀什麼學校 你說在台灣的嗎 我讀逢甲大學 然後 國際系 逢甲大學國際系 然後目前是大四 台中人 沒錯 我現在想問幾個問題 問Nora 說不定在鏡頭前面 在觀看的各位也許會有一樣的問題 或是 也許你也會變成交換生 好 那我一個要問你是說 你為什麼會選擇來法國 你們科系為什麼可以讓你選擇來法國讀一年 對 就是我們系呢 就是大四 就是你要出國 一年 你才可以畢業 所以 所以我們大四的話大家都會 選擇一個地方 然後去交換一年 然後為什麼我選法國呢 就是 當初是因為 因為大都說他們要去美國 所以我想要跟別人去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想說 喔沒關係 那我就來法國 所以你們系上可以選擇的學校的國家 是很多嗎 美國 德國 就是韓國 日本 就是你想要去哪裡都可以 就是除了大陸不行 除了大陸不行 對 然後其他的資料 是有簽約的學校 都可以去還是不用 你可以從學校 透過學校出去 你也可以找代辦 就是 所以等於是說你想要去哪裡都可以 所以你自己去申請一個學校 然後看他要不要收你 然後你就是可以出去就對了 對 不管你是要去哪裡 對 然後也不管科系 商學相關 一定要商學相關 對 喔這樣還不錯欸 有沒有人想要去讀逢甲 所以你來法國就是因為 你想跟別人選不一樣的地方 對 然後你在一個 你不會法文的狀態之下來 你來這邊的學校是什麼學校 喔 我來這邊是讀 諾曼地商學院 諾曼地商學院 對 好那你們學校有哪些學校的同學 你的同學有 有 也是台灣人 我們這個 課程 就是都是給國際學生上的 所以你的同學也都是外國人 都不是法國人 對完全沒有法國人 就是各式各樣的人 但就是沒有法國人 喔 那你們還有 來自台灣別的地方的學校嗎 有 就是 幾乎都是成大的吧 成大 對 那這樣會不會覺得被欺負啊 壓榨被成大 成大的同學 那你來這邊上課的話 你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受課 一定是跟 因為我是讀語言學校嘛 那你們學校上課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都有國際學生 所以我們都用英文上課 英文 對 對 所以 但我們也有法文 可以學法文的課程 這樣子 可是你們有基礎 你 聽得懂嗎 我們法文課有分 group 1 group 2 group 3 剛開學的時候 老師會 讓大家考試 喔 是喔 分班啊 也不是說考試 就是老師 他 知道你 想要知道你的程度 他就會一個個點名 然後就問說 欸 你是初學者嗎 然後 你是初學者的話 那你就是在初級班 就連考都不用考 對對對 那你如果覺得不是的話 那你如果覺得不是的話 老師會說 那我們等一下有考試 喔 你上課是用英文授課 那是上什麼 就是商學院的東西嗎 對 就是商學相關 就是像 我們這個課叫做 European Business Program 然後就是 上一些 跟歐洲商業相關的課 喔 所以就變成 教你歐洲的經濟體系的那種概念 對對對 喔 聽起來很無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很討厭這種跟經濟相關的 我覺得我們課不會很緊繃 因為我們畢竟是沒有學位的課 喔 所以上課算是很輕鬆 對 純交換而已 喔 就算是考不好也沒有關係這樣嗎 對 沒關係 OK 鳳甲同學 鳳甲同學 陳大同學 有沒有來諾曼地商學院 歡迎大家來 來法國已經 幾個月了 嗯 兩個月 那妳來這邊之後 妳有覺得跟妳的想像有什麼不一樣嗎 妳有顛覆妳的想像 嗯 妳覺得法國人很浪漫 其實我 其實來這邊之前 我也沒有特別 就是覺得說法國人是怎麼樣 只有看我的影片 然後是我的觀眾 對 我是粉絲 我是粉絲 所以我就 也不太知道這邊的人是怎麼樣 喔 這樣還好啦 沒有幻想 沒有幻想 就沒有 就不會有破滅的問題 對對對 所以其實還好 那妳來這邊之後 妳有受到什麼文化衝擊嗎 或是妳來這邊妳有受到什麼 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 就是他們 不跟你講英文 就是讓我覺得很 很受挫 很受挫 講個例子吧 就是 可能 像我有一次要去買電話卡 然後我就是 就是一進去 然後我就 跟他打招呼 我就說 喔 本書這樣子 然後他就 一個男生店員就看到我 他就跟我打招呼 然後 我就說 Can you speak English? 然後他就說 No 他直接跟你講 No 然後 就是直接要叫我出去 真的 欸我沒有遇到這樣子的欸 他完全 完全沒有要跟我 他就 然後手就是這樣 然後 蛤 然後我就很 因為我那時候剛來 然後我沒有網路 沒有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你不能幫幫我 那也是我遇到第一次這樣子 就是其他 有一些人會 很盡力的跟你講 對 就是用肢體語言 或什麼之類的 或是用數字 那一間就是 完全 不跟我 哪一間電信公司啊 SMR 你來這邊 你來這邊吃的那個食物 你還習慣嗎 還蠻習慣的 因為 都是自己煮 對啊 自己煮 所以來這邊 所以來這邊一定要會自己煮嘛 對不對 對 沒有自己煮就 我也不會 我原本在台灣都不會煮菜 我之前去日本之前 我也不會煮菜啊 對啊 就是 逆進死人牆各位同學們 真的 真的你在這邊就不得不煮 然後煮到最後就變小當家了 真的 我們今天要做炸排骨 我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好吃的菜 就是在台灣的時候 記得要跟媽媽 學一下 或是跟阿嬤要學一下再來 可能會比較 吃得到阿嬤的味道 對 那你預計要待多久 在法國 我 會待一年 其實不到一年 就是兩個學期 兩個學期 然後就回家這樣 對 那目前為止 你對法國的感覺是 還OK嗎 還是你會有點想 啊我好想回家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 還OK 就是還蠻適應的 還蠻適應的 對 當然回家是正常 是會很想回家 嗯 你有什麼話想要對媽媽講嗎 媽 她過得很好 媽我上電子 神經病 好媽媽 告訴媽媽過得很好就好了 我過得很好 對 然後三不思 不要擔心 她會來我家吃飯 會做飯給牙齒 大家的偶像 你有認識你們班其他的外國人 然後也會互相交流 我現在說的是在豐家 對 然後 就是有時候會跟外國學生交流 但是沒有像在這邊 這麼常跟外國學生交流 這樣子 那你喜歡跟外國學生交流的感覺嗎 還是你就是 我還比較喜歡講中文的環境 嗯 因為有些人就是不喜歡跟外國人混在一起 對 所以他們基本上都是跟 就是 講以同樣語言的 像是中國人或是香港人 就在一起 我來這裡的時候 其實有給自己一個 就是 那個叫什麼 目標 期許 對 要脫離自己 舒適圈 就是不能一直 就是 當然 交到台灣朋友還是超棒 因為我這裡 也有交一個很好的台灣朋友 可是就是 還是要 努力去跟不同國家 不同地方的人 去講話 多認識別人 我覺得這樣 就是 可以讓你人生比較豐富一點啊 畢竟你都出來這一趟了 這個也是我對我自己的期許 在我去日本的時候 對 然後我就教了很多 德國的同學 然後我也 教了很多國家的同學啊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你有機會 出國 不管你是去哪一個國家 你身邊有不同國家的人的話 就算你不喜歡他們 你們也可以知道你不喜歡他的地方嘛 就是 對不對 反正就是 你出國不管出到 不管你之後會去哪個國家 或是你有機會出去的話 或是你去walking holiday 我覺得是 你還是要多多把握 可以跟其他國家的人交流的機會 當然你在這邊的話 你很難遇到法國人 因為 你的班上 不是都是外國人 所以 說你要遇到法國人的機會 真的是蠻少的 因為你不會講法文 他們可能就會比較難去接觸 對可是 對於 你能接觸到的人的話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多多把握機會的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幫Nora按個讚吧 對然後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 如果喜歡我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跟 加入Facebook粉絲團 那我們就 下次見 掰 為了 五個仔 一 乾脆 大概 五個仔